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本章第二个税 叫做耕地占用税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税种 那它针对的就是占用耕地建房 以及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 对这样的单位和个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单位和个人 都应该要按照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 交耕地占用税 当然对有一些单位 我们会在后面以及个人 在后面讲课当中提到 他享受免税或者是减征 但是从范围上来讲 你只要是占用耕地 从事了这个建房 或者其他非农业建设 都要交耕地占用税 那么这个税从性质上来讲 它是什么呀 叫做特定的土地资源 这种占用的课税 所以对这个税 我们说从性质上来讲 它应该是属于一种 就是占用行为 我们都知道 在世界的这种耕地的拥有量上 其实我们国家 不是耕地的拥有量最少的 但是咱们人口众多 所以按人义平均 咱们的人均耕地面积 这确实就比较低了 从这些年的这种大规模的 城市开发建设 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商业设施的建设 以及居民住宅的建设 所以有过统计 就是从2008年到2018年 我们的这个耕地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就减少了14% 因此对占用耕地 从事非农业的这种行为 那我们的耕地占用税一直是有 不过这个税呢 它的立法是近几年的事 2019年9月1日起 耕地占用税法 以及相应的实施办法 是开始实施 那具体的内容呢 其实和耕地占用税 原来的条例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呢 它已经是属于 正式立法的税中 因此这个税呢 它兼有行为 行为税 以及这种资源税的特点 土地资源 那你要是占用了它 而且这个土地 不是一般的土地 是特定土地资源 是吧 占用的是什么呀 是耕地这个资源 而且占完了以后 没有从事咱们的农业生产 那你是把它变成了 这种盖了房子了 再也不可能成为耕地了 或者说是其他非农业生产的 比如说我们在上面建了铁路了 建了机场了 它虽然没有盖房子 但是这个地也不可能再成为耕地了 这个行为要是有 都要交耕地占用税 好 那么这个税呢 当然就我们考试来讲 是一个非主体 非重点 所以在考题当中 有时可能会有一个单选或多选 有时可能一个都碰不到 但是我们在学习当中 还是要复习准备的 那来看它的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它的纳税人和征税范围 这是相对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吧 作为耕地占用税 谁来交呢 那一定是叫做占用耕地了 有这样的行为 而且呢 你占用耕地从事的就是建设建筑物 以及购置物和其他的非农业建设 如果说你把这个原本的耕地是这个种菜的 现在你把它种水果了 这个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把它给盖了房子了 或者是在上面建了这个铁路桥梁了 这个机场 这种情况下都是属于叫做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的范围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对于这个占用的地 是什么地 是特殊的资源耕地 是吧 所以对耕地的范围是一个重点 那你说如果这个单位或者个人是属于临时占用一下呢 比如说在这个耕地是吧 这个范围里面 或者说在果园里面 他临时搭一个什么房子 这种情况下 交不交耕地占用税呢 照样也得交 也得交 只不过这个临时占用 我们后面会提到 它符合条件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是可以退税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 你临时占用也要交耕地占用税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到底什么是占用耕地 占用耕地从事了这个非农业的或者是建筑物 构筑物的建设 这个才叫耕地占用税的应税行为发生了 到底什么是耕地 所以征税范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那我们的这个耕地的范围在这要明确一下 就是这个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都有可能 而这个地的耕地呢 它是一个叫做大农业所涉及到地 不是说非得占用这个基本的良田 基本的农田 它除了良田农田以外 什么菜地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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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 草场 这个养殖的水面 不管是天然的 呃 这个 比如说 这个 湖面 或者说人工开凿的湖面 那这样的是属于养殖的水面 甚至是渔业的水域的滩涂 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啊 大农业 所以用了大农业的地了 那它就是占用了我们所说的耕地 关键你占用耕地干什么了呢 从事的是非农业的建设了 那这样的地 无论它是国有土地 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也无论你占用的这个单位和个人 啊 是什么样的性质的 他们都是要交更地占用税的 所以这个更地占用税的纳税人 甚至应该包含我们的行政事业单位的 不过后面会提到它有免税 好 那么在有关征税范围的解释中 我们还要提一个 那就是建设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占用上述土地 它是不征收耕地占用税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这个林厂里面 是吧 咱们建的啊 叫做直接为农业生产 为这个林业生产服务的用地 像这种林厂里面啊 有个小的工作间是吧 工人们在里面啊 临时休息一下的 那可以 但是啊 也不排除 有的地方啊 他就是利用这样我们的规则规定 来钻空子啊 比如说 前几年 这个农业 农村农业部啊 还有这个 咱们的自然资源部啊 就开展过一个专项行动 专门去检查 是吧 设在这个属于我们耕地范围内的 叫做大棚房 是吧 说是在耕地范围之内 是吧 建的这些房子啊 它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最后呢 变样了啊 它变成了这种啊 什么 别墅了 是吧 在这种 呃 邻区里面 建了生活住房了 建了这个商品房了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啊 是不允许的 好 那我们在这呢 要解释的就是 按照耕地占用税法的规定 你这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生产设施占地是不用交耕地占用税的 但是还有这种情况 第三 那就是 这个因为挖损开采 结果这地面掉下去了 塌陷了啊 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啊 就是原本属于耕地的 它塌陷下去了 那它都没法再做耕地了 或者说呢 它是被污染 被毁损了 这种情况下 都是属于非农业用地 所以这样的依旧是要交耕地占用税的 只不过我们后面会提到 是吧 这种情况呢 不是正常的啊 所以它有可能会在后期来进行修补 如果说修补之后 你在规定的时间里面 那就可以申请退 但是一开始你是必须要交的 好 那关于耕地占用税 这个耕地的范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 那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它的税率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这是一个一般考点 耕地占用税的税率实行的也是叫做定额税率 只不过呢 它是按照不同的地区 像这种经济发达 是吧 人口密度非常大 本来人均占地就非常少的 这样的地方 你再占用耕地 从事这个非农业的建设和开发 那么耕地占用税肯定就要高了 所以它实行的是叫做地区差别的定额税 不过我们耕地占用税本身的税额呢 并不高 全国应该说最高的税额 也就是一平方米是吧 一平方米45元 就是上海是最高的啊 北京第二一平方米才40 而且它是一次性征 不是说每年都征是吧 所以在这个税额本来就不高的基础上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叫加收的规定 那两种情况是有加收 所以这两种情况就是容易有烤点的地方 第一 在人均耕地低于0.5亩的地区 已经是人均耕地非常少的地区 这个时候你还有这个应税行为发生 占用耕地从事这个非农业 或者说进行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 那好 耕地占用税是可以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的 那怎么提高呢 那就是也不能无限制的提高 是吧 是提高的部分不得超过规定适用税额的50% 那就相当于最高税额要是45 那就按照45的150%是吧 作为这个加征 然后呢我们再乘以你那个到底占用耕地的面积是多少 好的 这是第一种啊 属于加征的第二种呢 占用的是基本粮田 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 这可是我们的口粮田啊 所以像这样的基本的农田啊 像这个种粮食啊等等 这些基本的农田 它是要加征的 好 两种加征的情形 那至于说 它的计税依据就很简单了 那肯定是占用的耕地面积 不过这个占用的啊 想特别明确一下 它包含了 一个是经过批准占用的 是吧 当然还有一些啊 是未经批准相当于你是违法占用了 那后期要是检查出来 那我们肯定把这部分的未经批准占用的面积 一样也要让你啊 这个计算更低占用税 是吧 来缴纳更低占用税 来补税 同时看是什么样的行为 会有支纳金有罚款 好 关于这个加征的两种情况下 那我们耕地占用税的税额计算 那就是后面 别忘了算完了税额成150% 因为加征了50% 好 这是我们的关于第二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 就是耕地占用税的优惠及征管 其实要说起来 耕地占用税在我们考试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谁呢 就是它的税收优惠 这个和前面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出现频率特别高的 就是两个跟地有关的税收优惠 那么这个税收优惠在耕地占用税里面呢 不像城镇土地使用税那么多 它没那么多 它的优惠有免 一共有四项的是免 是吧 然后呢 还有两项的是减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优惠 但是这些优惠是咱们的高频好点 所以无论如何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在这想提一下的 那就是对什么样的类别的 对什么样的项目或者纳税人能有这种优惠呢 主要是对公益性的以及需要照顾的群体 那我们把这个免的和减的给大家通过一个表 是吧 这样一目了然的 看着比较方便了 免的是四项 哪四项呢 第一个 军事设施占有更地 这是国防占用的 这是必保的是吧 所以免 再有就是学校幼儿园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占地 那你看看 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 每一个人都要涉及到的 或者说都要走过的生老病死 从老到小 幼儿园养老院 这些福利机构 当然福利机构不光是养老院 像残疾人这种福利机构一样 另外就是每一个人在你的一生当中 都要享受到的这种社会的公共服务 那就是教育服务和医疗服务 所以对于这四类 那就是学校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占地 咱们是免耕地占用税 第三个免的 那针对的是特殊的群体 这个农村烈士遗属 兵工牺牲军人的遗属 残疾军人 以及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 这个农村的这个居民 他们呢在规定的标准之内 注意它是不能超标 规定的标准之内 然后呢是新建自用的住宅 是新建的自用住宅 这种情况下呢 对特殊的人群啊 对国家有过特殊的贡献啊 或者说是生活这个最低是吧 生活保障条件的特困的 这样呢有咱们所说的叫做免 如果说不符合这类条件 除他们以外的是吧 不符合的 但是他也是在规定的标准之内 来建房啊 这个就是农村居民的 对吧 在规定标准之内建房 所以特殊人群的 是规定标准之内的 新建自用住宅是免 那一般的呢就是减半 好那我们在免税当中呢 还有一个 这也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农村这个居民 经过批准他是搬迁了 是吧 这样新建的自用住宅 他占的耕地不超过原宅基地面积的 那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免 如果说因为搬迁你就扩大面积了 那么扩大部分啊 是占用了耕地 还得交耕地占用税 好那我们在这个税收的优惠中 减征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个叫做减半 那我们现在的减征当中还有一类 它不是减半 而是呢 非常低的税额 一平方米就两块钱 但也得交税啊 不是免啊 那他针对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所说到的叫铁路的线路 公路的线路 以及飞机场的跑道停机坪 港口航道水利工程 这样的占用耕地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具体 比如说铁路线路 那不包含火车站啊 不包含站台的 是吧 说这个飞机场跑道停机坪 那不包括机场的这些 后级大楼商业设施的 所以这样的是按照每平方米 两元很低的税额 但是呢 他也是有具体的指定 非常非常具体的这个占地的 可以每平方米两元 其他的占地该怎么交怎么交 好的 那我们在税收优惠当中 想提一下的 那就是纳税人 你原本属于减免税的范畴之内 但是后来你改变了原来的用途 不属于减免税了 那你肯定要补的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改变用途 至起30天之内 这就是你申报补税的时间 这样呢 咱们在后面 讲征收管理的时候 还会跟补税有关 好 那关于更立占用税 它的减免税优惠 因为是这个税的高频考点 所以我们给大家举例来说明一下 怎么考 非常的直观 比如说 这个单选题里面 我们就出现过 下列哪些可以直接 看好了 直接是什么呢 叫做直接免征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表里的前四项 A是军事设施 那可以说那表里的第一个就是军事设施 好 那第二个是机场的跑道 它不是直接免的 它是每平方米只按两元属于减征的 以至我们的下面港口码头 这个铁路线路 它都是属于减的 不是直接免的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这是个单选题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项选择题 依旧是跟减免税有关 问的是下列项目当中 占用更地需要交更地占用税的 有谁 A选项 运媒的专业铁 专用铁路 你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 咱们可以有优惠的 只是铁路线路 不过这优惠也不是免 它是要按照一平米两元来征 所以这个是需要交更地占用税的 那B选项是军用侦察观测诈 这种军事设施的 它是属于免的 而城区的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我们刚才在检征里面也没有见过 所以它正常得交 还有就是学校教职工的住房 我们说学校的这种 这个医院的是吧 幼儿园的 还有像这个社会福利机构的 这都是属于他们用于这种公用事业的房 而不能包括这种住宅 所以这样的事也得交 那作为个人是吧 你买房子肯定得交 这个契税 同时这样的房子占了更地 肯定这个单位也要交更地占用税 好的 那正确答案呢需要交的就是ACD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关于更地占用税 这个税的叫做退税 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征收管理里面的一个内容 退税那就是符合条件的 而且海底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你更地占用税交了 后面可以申请退税 所以它的时间的规定要格外的加以注意啊 那我们第一个是在前面见过啊 那就是你在挖笋采矿过程当中塌陷了啊 污染了的这个地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已经是属于非农业了 所以要交更地占用税 不过呢 交完了之后 如果说你在多长时间呢 对这个已经毁损的更地 在三年之内你把它复肯了 把它修复了 它又恢复了原来的更地的这种用途 那是可以申请退税的 好 那我们还有临时占用更地 也应该交更地占用税 但是呢 如果你临时占用更地是吧 不超过两年的时间 你又把这个临时占用的更地上面 没有建永久性的建筑物 没有永久性的建筑物是吧 他说临时占用完了以后就拆了 这种情况下呢 经过有关部门的这个认定 出具验收合格的确认书 是可以申请办理退税的 这个时间呢是两年 那第三种申请退税的 是因为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地质勘塔 这样呢 它需要占用更地是吧 那我们地质勘塔 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啊 那它要有地质勘塔的一些设施 那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建筑物 所以它要占用更地的情况下 那我们肯定要交更地占用税 只不过呢 它要是在批准的临时占用之日起一年内 这个是勘查和建设项目临时占用 一年内恢复的话 那它是可以申请退税 所以刚才有三年的 有两年的 还有一年的 一定是在规定的期限内符合条件 才可以申请退税 那么在更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当中 咱们涉及到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地点和期限 这都是硬性的规定啊 做个了解 比如说 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应该是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那我们原来叫这个土地管理部门啊 现在就是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那它同意你办理 是吧 更地的这种占用手续啊 收到通知书的当天 那假如说你这个更地 它是改变了原来的用途 原来是免税的或者减征的 现在呢 改变用途了 那你需要补税啊 需要补税 那它应该是在改变用途的当天 这都是我们发生纳税义务的时间 具体这个改变用途的当天呢 那就包括经过批准改变用途的 收到批文的当天 如果说没批准你改变了用途呢 应该是改变原来占用用途的当天 好 那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了期限呢 纳税义务发生至至30日内 刚才我们提到过30地点 就是更地的所在地 所以更地占用税 它的这个征收管理 里面有一些内容 还是非常的具体的 下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通过一个举例 来说明一下 问的就是关于征管的规定 更地占用税的说法 哪个正确 A 它是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现行的18个税 由海关负责征收的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 没有 第三个部门 好 那我们 B选项 是占用耕地的个人 那他应该在哪交耕地占用税呢 户籍所在地 当然不对 这个是D的税 所以D在哪 税就在哪交 C选项 纳税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纳税人收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占用耕地手续通知书的四日 那怎么行呢 它是当日啊 所以没得可选了 那只能是最后一个是正确的 好 这样呢 关于耕地占用税 咱们虽然说内容不多 但是呢 它的内容真的是很细碎 所以在我们复习当中 对耕地占用税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第一 什么是耕地 耕地的范围要清楚 这是一个特别常考的 第二优惠 这是在考试中出现比率更高的 有四个免税项目 两个减征项目 其中有一个是减半的农村居民 是吧 占用耕地 那就是不属于特殊的人群 一般的情况下 是规定标准面积内 征收管理里面 注意退税 在三年内 两年内 一年内 这样的不同情形 以及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和地点 好 这一节的内容呢 我们就学习完了 整个咱们的第九章 两个和地有关系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可以说学起来不难 也很好理解 但是呢 这些内容很碎 所以大家一定是在一边学的同时 一边总结 不要说我小税种都学完了 我再去总结小税种 就在我刚才每一个税 讲完了之后的总结基础上 你把它进行一下扩展 为我们今后在考试之前的冲刺 做好充分的准备 好 这一章我们就学习到这 到达了 了 到达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